年一过最烦的事情就是想着出去做点什么 过年的时候从来不会想着这个问题的 就想着去哪里玩去哪里玩 因为今天所有人都上去工作了 昨天这个地方还摆了十几辆小车 现在空撩撩的一辆都已经没有了 全部都已经上去干活的干活工作的工作了 跟我玩的年轻人都已经上去了 也没理由去别人那里做了 开车出去到处逛逛 到街上了又下着大雨到处湿搭搭的 然后呢有一个女孩子她说想卖车 就顺便过来陪她一起看一下 这个车子是11年的 到现在茶子一算差不多11年的车龄了 这个是日产了 到底什么型号我也不知道 多少排量我也不知道 她说想卖个四万块钱左右 不知道还能不能卖得到这么高的价钱 女司机多多关照 管她三七二十一反正不用自己的油 上来试一圈再说看一下动力怎么样 拿去洗一洗又是美女精品一手车 虽然我不是很懂行 但是我也知道年底的话卖车是最好卖的 然后呢过完年了 现在就应该是比较淡季了 开了一圈就是动力不行了 其他的都还好 问了三四家车行都没有人要啊 现在开来这里就是一家车行 老板不在这里 然后打电话跟他说这个车 第一年的日产 不是价格问题啊 人家看都不想来看 大家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不过他这个发动机声音还是挺小的 站在这里只能听到马路 马路边的那个车声啊 听不到他这个发动机响 其实这个车还是没吸火的 比我那个车还静音啊 这个车头也没有怎么抖啊 虽然是十来年的车了 但是内饰的话感觉还是挺心境的 果然女生就是女生啊 这种标志都想满了转 车老旧没关系 但一定要好看 这里又贴了一些娃娃在这里 自动挡的 打开机舱看一下 原谅我是个大傻 称发动机盖的那个铁 我都不知道在哪里 怎么称着的 终于找到了 原来在上面这里啊 没错这个车就是他的 现在终于找到有车行肯收了 在这里验车当中 看一下等一下能给出多少钱 不是说你这个车要留着当驾装的吗 驾装没了 把驾装卖了 那你驾不出去了啊 终于找到我新意的车了 我家里不是刚好缺一台摩托车吗 他这里居然摆了一台这么显眼的嘉宁摩托 问一下他多少钱 这个合适的话把它拿回家 一驾就着了 老板说这个97年到现在全部原版原期 说实话家里已经停产很久了 到现在还能保持到这么新的车况的话 真的是属实不容易啊 97年到现在是多少年了 22就22年 2025年的车铃了 恭喜成交啊 34,500 然后这个摩托车也是我的了 老板摇摇头了 哎呀没办法 我们太坑了 等这个雨天停了 我就把那个摩托车开回去啊 视频为证 我们太坑了